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把Stable Diffusion安装到您自己的Google云端硬碟里面 那将Stable Diffusion WebUI安装到您自己的Google的云端硬碟上面有什么优缺点呢? 优点就是因为是您自己的云端硬碟,所以存在上面的资料并不会消失掉 之前的启动方式令人诟病的就是,每次都是重新开始,无法保存您放上去的资料 这些都会在你中段连线后消失不见 现在你只要把Stable Diffusion安装到自己的云端硬碟,中段连线后所有的资料都不会不见 你也不用像之前那样跑完图后还要把图另存下来 它就在你的云端硬碟的Output资料夹中 缺点呢?就跟之前的启动方式完全一样 启动的时间长,有使用时间限制和GPU配置的限制 哦,对了,还有Google免费版云端硬碟15G的空间限制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各位跟老阿贝一样常用Collaboratory来跑Stable Diffusion 就可以试着安装来玩看看 首先呢,你先要有一个Google账号 这个账号老阿贝强烈建议不要使用手机的账号 因为要安装Stable Diffusion在云端硬碟要先取得这个账号的一些权限 所以能和手机的账号分开就尽量分开 这边假设你已经有Google的账号 并且已经登入了 就可以来点这边 再点这边来打开云端硬碟 打开后,先来检查一下还剩下多少容量 安装Stable Diffusion需要大约8G的容量 老阿贝这边大概还剩下10G左右 容量没问题后,来点这个新增 再点更多这边 检查一下有没有安装这个Google Collaboratory 如果您这边没有看到Google Collaboratory 可以点这边来安装 你现在看到的是有安装的过的 老阿贝把它解除掉再安装一次给各位大大们看 这个是还没安装的 在这边看不到Google Collaboratory 所以直接点这边 在这边输入Collaboratory 再点这边 第一个就是了 点它 再来这边按安装的按钮 点继续 点你的Google账户 这样就安装完成了 这个只是告诉您已经连接到云端硬碟 点确定就可以了 再来点完成 就可以把这个关掉了 回到我们刚刚的步骤 确认这边已经有安装Google Collaboratory后 就可以来到影片的下方 点开这个连接 到这边按下载 按存档 下载完毕打开资料夹 把前面的英文字复制起来 这英文字就是解压缩密码 按滑鼠右键拖拉档案 选择解压缩 按解压缩按钮 贴上密码 你会得到两个档案 一个是安装档 一个是执行档 先把下载的页面关掉 再把刚刚那两个档案上传到您Google账号的云端硬碟上面 这边会显示上传成功就OK了 这边记得档案要放在根目录底下 不要放在其他的资料夹里头 再来就是点滑鼠左键两下 执行这个档案来安装Stable Diffusion 它会先开启Google Collaboratory Collaboratory开启来后 来这边点连线 这边是您Google账号的图片 当这边的图示变成RAM和磁碟时 就可以点它进入设定 这边最主要就是要检查GPU RAM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来这边点这里 再点这边的下拉式选单 选择GPU 再点储存 这样GPU RAM就会出来了 这边没问题后 就可以来这里点执行程序按钮 这边点连线至Google云端硬碟 选择您安装Stable Diffusion的Google账号 再把画面往下拉 也允许这个按钮 再来就是大约10分钟的安装过程 看到这4个连结跑出来的时候 就表示安装完成 再到这边来 点下拉式选单 点选中段连线 并删除执行阶段 点试 再把这个视窗关掉 把安装档案按滑鼠右键删除掉 这样整个安装过程就完成了 它会像本机安装一样 有一个Stable Diffusion Web UI的资料夹 里面的资料结构 就跟你安装在本机上面的一模一样 你可以像本机的使用方法来使用 例如把Lore放到Mogos的Lore资料夹中 当然它也有Suited Air来管理Mogos 那我们要如何启动Stable Diffusion呢 点这边回到云端硬碟的根目录 点两下这个执行档就可以了 这边一样的程序再做一次 这一次GPU RAM图示就没有出来 就跟前面讲的一样 点这边选GPU 按储存 等待GPU的配置 这个点确定 当GPU RAM图示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来这边点开始执行程序 下面的过程就跟安装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照着做就可以了 以后的执行Stable Diffusion都是这样的步骤 Run过几次之后您就会很熟悉了 这边大概是7到8分钟的等待 你可以去拿杯茶 准备的点心 都摸摸心摸摸 回来应该就执行完毕了 这边选择第一个来开启Stable Diffusion 开启完毕后 您就可以喝茶配零食开始使用了 下一个影片会分享 如何改变布景的颜色 如何新增 删除Checkpoint和Lauren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 订阅 分享加按 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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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